看看4-5,4-5假设我们要抽体组,到底要哪个档案 所以我们在这里,假设8好了,跟刚刚一样,在这里插入 插入,在这里有个物件 文字档,去找找哪里,找我们桌面,Data Set 3里面 这里面呢,假设YR8好了,插入 这个文字档,进来了以后,第一个我要去做什么 把滑鼠放到最前面来,我的Enter要去取消掉 换行要取消掉,所以在常用这里,取代 找段落标记,那你不知道段落标记怎么弄 你就在这里照多这个地方,指定方式,叫段落标记 有没有,Ctrl P的,尖尖的P,Ctrl P要去改成什么 改成三个X,三个X,那如果有两个,你像这里有没有 两个连续的,它就会变成六个X,这样了解意思吗 全部取代,它会取代掉,确定 好,接下来,我现在真正的段落,三个X不是吗 六个X才是真正的段落嘛,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六个X,三四五六 六个X呢,把它取代真正的段落标记 它才是真正的段嘛,好,全部取代 好,确定,接下来还有那个三个人是假的,对不对 所以三个人要把它变成没有,OK 这里把它变成delete掉,好,全部取代 好,确定,这样子的,你的段落就真正的段落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接下来Ctrl A全选 我要设定我的字型 中文字型设为什么,星系名题 英文字型设TimesNewRoman,T,好不好 然后往下拉 TimesNewRoman,标准12,好,确定 完了以后,接下来再段落 你的对齐方式呢,是什么,左右对齐 缩排是第一行要缩排 这里等一下,要注意到这里 因为我们要重新开机,对不对 所以看看这里,我们的是什么 资源为单位,对不对 所以麻烦各位,如果你在重新开机的时候 要再回来一次设定一下 选项,这里有进阶,有没有 如果你已经继续做了,但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重新开机,就麻烦要回到这边来 显示资源宽度,OK 然后要用公分为单位才对,确定 它是公分为单位的,没问题 好,接下来在这里的,你全选了以后 到段落,你要左右对齐 然后指定方式,第一行要缩排 OK,然后最后这里中文印刷方式 这个都不要勾 这里都不要有勾,好,确定 这样子OK,对不对 好,所以你的自行跟段落都设好了 把滑鼠放到最上面来 然后我们选取四之一的标题 选的时候不是这样选,拜托一下,不要这样选 选的时候不是这样选,选的时候是这样选 可以这样整列选取起来 Ctrl-C回到这边来,四之五 Ctrl-V贴上,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内容 90年公司业务状况 业务状况 业务状况 报告 报告 90年公司业务状况 及部门业务报告 他是要协题的 OK,好,那下面这里 要多一行 打一个Enter 然后这个不要有框线 没有框线 这样OK吗 所以你的 你的标题就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选 我们下面要三栏 记住选的时候选到这一个 不要连下面都选 选到这一个就好了 然后呢 我再把面配置的地方 这里有栏 对不对 往下 其他栏 你的要求它的宽度是多少 它要三栏 然后它的宽度是十字元 所以要打十字元 OK,好,确定 它就会自动帮你抓十个字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刚好十个字看到没有 好,这个三栏OK了 最后这里我要插入一个档案 插入我的图片 什么样的图片在这里 我们的图在这里 五之一 这个图Ctrl C 在四之五这边 我在这个地方要插入 对不对 怎么贴上 贴上图片 OK,贴上图片 好,然后再点选它 它太大了对不对 好,所以勒 我在格式这个地方 我的自动换航 我要选什么 选矩形 矩形的意思 就把字都排开了 那了解意思吗 矩形 然后太大了 我要把它缩小一点 两栏的宽度就好了 把它往上移 还是太大一点点 稍微小一点这样 OK 好 然后它要对齐来往上一点点 它要对齐最上面 对不对 然后旁边这里要十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到这一行 所以我要高一点点 到这个 这边 再算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再高一点点 好 所以就刚好高度是10列 对不对 好 可是我这个字要排开 对不对 所以我要点它 然后呢 在位置的地方 其他版面配置的这个地方 首先我要文绕图的地方 我要让下面距离 文字要跟这个下面要距离几公分 0.7公分 为什么 因为一行的高度 就刚好是0.7 所以我们这里下面要对应 什么 0.7公分 OK 好 确定 它就会把字排开一行 这样 这样OK吗 好 好 那在下面看一下 没问题了 就OK了 就把它存档 好不好 存档 好 好